市面停電停水 街上垃圾雜物傳出陣陣惡臭 交通癱瘓 這場禍水不但令澳門飽受摧殘 中期業績折折領先的銀河娛樂 更被工會指責風暴期間刻薄員工 遭網民猛烈評擊 集團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 銀魚主席呂志和接受本行專訪 希望大家放下傷痛向前看 現階段落力重建澳門社區 大家都明白了 歷史來說幾十年一如雨的風災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水浸的 意想不到 河邊那邊 近時國際酒店那邊 就變成那邊 就傷害多些垃圾之類的 平均呢 最終真的成十尺碎 劍鋪啊 還有住家那些就很傷害了 不論政府 民間 甚至無解漢軍都下來幫忙 大家才能聞到 都不是一朝半夕可以完全回復得到 集團除了早前捐款六千萬元 派出義工團隊運送物之外 也會利用家話建財的資源 協助重建社區 對於外界狠批銀魚刻薄員工 呂志和堅稱自己絕對不會刻薄員工 一切源於誤會 一直看員工是一個自己的人一樣 因為我們做生意 做生意為甚麼呢 為我肚飽而已 都要為他肚飽 這樣了解了之後 我們都很誠心誠意跟他們談 大家都不知道到這次 傷害了那麼厲害 好像以前打完風而已 那就上班吧 最後所有前線員工 獲派特別援助津貼 延長特別體恤休假 未能準時上班的員工 維持薪金安排 超時工作的員工獲 1.5倍時薪的薪酬補償 衛免日後再出現內部溝通誤會 銀魚將會引入高科技 增設溝通平台 方便與2萬多名員工溝通 和接收實時資訊 風災過後 銀魚旗下多間酒店 要折散用水用電來維持經營 其中白露匯損位最為嚴重 賭場和酒店仍然暫停營業 白露匯美食街 在清理垃圾雜物後 早前已恢復營業 早前已恢復營業 主題 guil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